哈囉我是Juny 今天又來跟你們分享的是 三家我覺得非常值得去逛的日本服飾品牌 因為想到日本逛街 你就會想到說 GU、UNIQLO 或是Loris Farm Hezer 就是比較一些常見的日牌服飾 當然這些很好逛 可是呢 如果你們想逛別的品牌的話 我覺得這三家是很好的選擇 如果你們之後要到日本玩 那我覺得這支影片你一定要存下來 然後丟給你的姊妹 你訂閱我的頻道了嗎? 如果還沒有訂閱的話 這邊可以按一下訂閱不用錢 然後很常分享一些穿搭生活啊 還有一些美妝技巧 以及這邊是我的IG 也可以趕快去追蹤的 好那首先 第一個品牌我剛才有說 是我自己覺得非常的優質 一定要去逛的 它叫做MITTY 那我是在百貨公司發現它 我覺得呢 這家非常好逛 為什麼 因為它真的很有質感 然後質感之外 它的選擇很多 有那種簡約啊 知性風格 但是也有那種很少女 譬如說花苞造型的大衣外套 很可愛這樣子 都有 是學生還是輕鬆女 應該都會很喜歡這一家 那這一件是一個高領軟軟的 針織毛衣 這樣子 這麼高領 可是你可以不要理它 不要折它 這樣垂就也很好看 或是這樣 往下折一點 也OK 然後繡長呢 非常的長 這樣 我好喜歡喔 然後可以反折 看你是要折多一點 或是這樣直接折一折 也OK 那顏色的話是超級好看的灰藍色 它有一咪咪你會覺得錯覺好像帶紫色調 其實沒有 它就是一個灰藍色調 非常柔軟 然後你會覺得它很輕膚 然後這是我在人台發現的 我真的很少這樣人台直接包下一整套 這麼寬鬆 用來又長的版型 其實在浴排裡面是比較少見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日本女生比較小 直個子比較小 然後他們的衣服 我以前看都不太會有這麼 狼或這麼長的款式 所以這個長版我看到 我就非常的喜歡 我裡面內搭的是這一個 滑面料的也是超長版的襯衫 裙口是像這樣子 中山嶺的設計 然後圓扣 後面有做打折的設計 所以你單穿也不會覺得太大件 太無聊 然後整個人很扁平這樣子 這樣子你身形會比較有立體感 料子是那種滑面料 但是沒有奇怪的光澤感 就是一件超級百搭 然後日常穿 或是這樣內搭在裡面也OK 長度的話我穿是將近膝蓋 還沒有完全覆蓋到膝蓋 所以這一件我就拿內搭會更好看 然後因為呢 它這邊扣子打開 打開之後你往後拉 你就會可以打到那一種 前短後長的感覺 那下身搭的褲子類也是一件很有特色 它是鬆緊褲頭的打折中線長褲旁邊 有做深色的線條 這其實是那種運動褲比較常見的設計 然後它用在這種 有點休閒 搭配一點西裝感覺的褲子上面呢 我覺得很有造型很有設計感 這一家我就買了這三件 然後這三件都是我覺得它洗過 還是一樣完美 大家被我列為 去日本一定要逛的 好嗎 大家逛起來逛起來 再來第二家這個品牌 我覺得應該比較多人知道 英文的話應該叫做 Ceceo McBeat吧 那這一家它以前是從那種 辣妹風格居多 但是呢 現在它變成那種比較 溫柔 低調 當然還是你可以看到一些 小辣小辣的那種單品 但是也很少 我去的時候剛好有在特價 所以我買到的每一件價格 都是百元入手 但這一家有個問題就是 你質感要調 它真的很多 你這樣放也放過去 然後你去磨 就 質感怎麼這麼差 所以這一家大家進去的時候 就不要先被那個折扣 或是先被那個氣場給迷惑 你一定要先想一下 它的質感真的跟它的價格合理嗎 然後我買的是一件 米顏值超級長版的米色洋裝 然後這個它很簡單 它就是胸前一個刺繡 然後羅文的V領 小V而已我很OK 然後它有配一個黑色的腰帶 但是因為我現在找不到 所以我就先拿一個 跟它料子一模一樣的腰帶 給你們示範一下 那種編織的黑色腰帶 然後這個黑色腰帶 我是覺得還蠻加分的 因為如果它只有賣這一支 它一件的 呃... 免質長版洋的話 我就覺得沒有那麼的吸引我 但是它有附著腰帶 你就可以做比較 帥性的造型 料子咧 就是很常見的 T恤的料子 它的手感 你會覺得是舒服的沒錯 但是 偏微粗 這件打完折下來 大概是台幣的 五六百元吧 但如果它沒有打折要千元的話 我是絕對不會買 好然後也是同樣在這一家買的 還有一件也是在打折的外套 短版的 均綠色 風衣外套 有點M1的風格 但不是它那種版型吧 它是偏更短版 然後呢 它上面有這個 抹茶色的羊羔毛 其實這個羊羔毛我覺得它 肉眼看超級廉價 很像那種絨毛娃娃上面 粗糙的絨毛娃娃上面 會有的 小配件或是它的毛和頭髮這樣 因為這一個它可以拆 所以我才買它的 這個我 不會想要 怎麼講 遠看OK 近看真的是超級多破綻的這一塊 但它這件料子是好的喔 它這件料子很滑順 然後近看跟洗過都沒有破綻 以及呢 它的袖子是走寬鬆 有抓皺的路線 比較少一件這種設計吧 所以我就把它買下來了 然後穿起來呢 因為它的這個料子是非常適合 天氣為良的日子 譬如說秋天啊春天 這一件的保護度非常的剛好 然後有些短板它會那種要短不短的 但這個真的是夠短 就可以剛好覆蓋在我牛仔褲的最邊邊 然後這一件外套折勾後是600元差不多喔 所以我覺得是合理的 是划算的 然後這一家店我買一件褲子是裡面最高單價的 但是呢也是裡面質感我覺得最好的 它是一件兩穿式可以當的吊帶褲 也可以把這個吊帶拆掉的 寬的西裝褲 但又不會太寬 然後它是偏高腰的設計 我超愛高腰 因為這樣你的比例就很好 附像那種琥珀色的 方形腰帶 我覺得很好看很加分 正面是正常的褲頭 後面是鬆緊的設計 非常的好穿脫 那整個面料呢很滑順型 是那種常見的西裝褲料 有一定的挺度 但是偏休閒感 然後它一個很棒的設計就是它的側邊 它的側邊是這樣 擺折的穿插開插感 就是你在走路之間它這邊就會這樣 有點飄逸感 然後旁邊有一點小設計 比較特別 但是因為它做的是同色系 所以看起來是很低調的 不會太浮誇這樣 它不是一件很無聊的西裝褲 它這個分量是我覺得一年四季都可以穿的 像這種兩穿式我就會把那個價格 除以二 因為我覺得它可以當出兩種風格很划算 然後還有一件呢也是在同一家買的 灰綠感覺的上衣 它這個綠我覺得很像 棉花糖嗎 就是它有點霧霧 但是又有點柔柔的 綿感的綠 好難形容這個綠喔 我覺得它的本人 比鏡頭上面更好看更漂亮 邊邊是做這樣有點不收邊 隨性感覺的設計 袖子的長度差不多 七分袖 然後這一件料子也是我覺得很好的 雖然它是那種薄的針織 但它薄的針織就會有那種輕盈感 再來最後一家呢 算是今天這一些我覺得最有特色 買到會想要把它珍藏起來的 然後又不容易撞上那一件 這一家日文發音叫做Ladya Zero 恩 應該是這樣點吧 它是Semenza的副牌 親手甜美路線 然後每一件都有一種很強烈的設計 例如異材者平階 或是不同圖文的組合 就撞在一起 你會覺得 欸 反而很時髦的這樣 就他們很著重在這種小設計的巧思 逛這間店的時候 你會覺得哇 處處都是小驚喜 這一件呢是一個我超級喜歡的燈心絨 長板上衣 那它最大的造型特色就在袖子的地方 它有一點那種 童話的故事裡面 公主才會有的袖子 這樣一包一包的感覺 一節一節的設計 然後上面還有一個可調式的袋子 然後正面的設計是很正常常見的 襯衫設計 但是因為它扣子是做這一種 圈圈式的銀扣 看起來會更復古 然後很有質感 它燈系絨是走這種比較薄的設計 所以你不會覺得太厚實 保厚度非常的剛好 很適合 那後面呢 背面的地方 也有做折子打 折的設計 比較不會無聊 這一件顏色是不是超級少見 它是墨綠色沒錯 但因為它搭配的燈心絨 你會覺得它的那種 顏色上面的呈現啊 是比較復古 很像珠寶盒裡面的那種襯墊 那因為他們家的單價偏高 所以我就只帶回了這一件這樣 然後勒 我後來回台灣我就發現 呃台灣的那個日貨連線啊 有一家賣家 因為我去直播過 我發現 他們有賣這個品牌 可是 價格超級合理 我還去問他們老闆說 你們賣這個價格不會虧嗎 因為 就只跟 呃現場 就是 你去日本買的價格 跟 他們連線賣的價格 可能只差個台幣 兩百塊好了 我就說你們這樣會賺嗎 只差一兩百塊耶 然後 他們就說薄利多小啊 這樣就 好呦 以上就是要跟你們分享的 三間日本服飾品牌啦 那這三家大家最喜歡哪一家的風格呢 請選擇 再到日本的話 我是三間都還會再逛的 那如果喜歡這樣的影片呢 先按喜歡 還有訂閱我的朋友 支持我去拍片 也不要忘了追蹤我的IG 我的臉書 那因為IG比較常 即時的分享 譬如說買到了什麼好東西 就會趕快先PO上去 所以大家可以趕快先追蹤 追蹤起來 那我們就過幾天 見囉 掰掰 然後小小的傳掃 因為很多人可能會問我說 我譬如說這一集的 隱形眼鏡啊 唇彩啊 還有就是 耳環 衣服等等的 那衣服是今天的沒錯 都會一一的介紹 然後耳環的話是 一個IG的賣場 我會放在下方的資訊欄 大家有興趣可以點開 是夾式的 因為我本身沒有耳洞 所以我只買夾式 那也沒有要打耳洞的考慮 因為現在的夾式耳環太多選擇了 所以乾脆就買夾式 就也不用有打耳洞的煩惱 然後我的耳夾真的是越來越多了 這是一個很好看的愛心 上面有透明的底 配上珍珠 我有收到訊息問我說 還會不會有視頻的分享 會 因為呢 我這一年來也搜集了 非常多新的視頻 在跟你們說 然後今天的唇膏 是用我最愛的 阿秘密的 氣墊純粹2號色 影像是韓國的ALLS 然後是我非常喜歡的 小直徑的變色片這樣 好 那我會把這一些 就是我影片日常 放在下方這些人 大家可以記得 請看來看囉